沙特的压力 以及盲勇美国的步步紧逼 沙特不得不选择在沙特记者案上妥协 沙特方面死刑已就杀害哈苏吉的17名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 其中更是判了5人死刑 本以为这场风波就这样结束 但是现在情况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动 甚至于影响到了沙特皇室 据塔斯社11月20日报道 三名来自沙特皇室的消息人士对外宣称 沙特阿拉伯皇室成员反对王储穆罕姆德 本、萨勒曼 沙特继承沙特王位 理由有三 一是沙特王储涉嫌指示杀害沙特记者 二是沙特王储可能会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 三是王储得为目前沙特联军在也门局势中的将军负责 不少王室成员试图支持新的王储取代现任王储 而美国高官此前表示了赞成 此次沙特王室成员的内控 对于沙特王储而言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前 美国中停局在沙特记者案上提出异议 认为哈苏吉的死亡和沙特王储都只是有着直接的联系 外加上长期坚持不下的也门局势 也让沙特面临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谴责 而且沙特的盟友美国方面也罕见对坏王储表示了支持 无疑表达了对沙特试图购买S400的不满 面对国际上和盟友的新衣 恩亚利 沙特王室唯一能够做的 也许就是坏王储 尽管穆罕默德王储目前的境遇危急 但是其执政才能却不容小觑 自其继承王储之位以来 在经济上 穆罕默德王储试图摆脱沙特单一的石油依赖经济体系 数字拉拢国际公司在沙特进行投资 为沙特经济多元化 做出了不少突破性贡献 在军事上 穆罕默德王储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无疑是想在军事上 摆脱完全依赖美式武器的困境 在政治上 沙特也表现出了更加自主的一面 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 穆罕默德王储 还与普京进行了一场足球外交 从这些就不难看出 穆罕默德王储 确实是一个颇有包袱的沙特名誉之军 不可否真的是 沙特王储能够从中毒王子中脱颖而出 自然还是有一定的手法 但是从他目前的境遇来看 穆罕默德王储 是否还能稳坐这个宝座 同样也是稳之数 尽管美国的影响颇大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沙特国王的手上 如果其不愿意废掉王储 仍有其他王室成员反对 效果也不大 而且为了避免这种国际压力 沙特国王并不排除 提前让位给穆罕默德王储 沙特国王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遍未来和